好非得忘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龙 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 沈云聪的时间 这也是沈云聪在他过的 过得非常的风风火火的牛年 就是他当他每年都牛市 那风火火过了牛年之后 现在牛年即将要结束了 那这是牛年结束之前的沈云聪 最后一次在线上为非得早餐听众服务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就是虎年了 那到虎年的时候他当沈云聪就更不得了了 好来来今天我们线上的 为大家提供国际财经资讯的 整理跟导读的沈云聪 来我们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你的牛年 你每年都很牛 可是今年特别牛对不对 还行 算了算了就不错 来吧来吧 我们录这个前一天晚上 你们看前一天晚上的美股 一下就中错 杀一千点再烙 上下息快5% 对 非常戏剧性的 那个真的是 那个割韭菜 那个如果是散户 那被割的真是非常长 真的 来我们今天谈过去这一个礼拜 美股的几个热门话题 首先第一个是Netflix 对他突然就不行了 突然就股价中错了 尤其上个礼拜我一下子把大家吓死了 那前一天晚上那个美股上下洗刷的时候 很多股票都洗回来了 但是Netflix没有 Netflix中错还是中错 为什么就是像这种的这种 也都是指标性的股票啊 那难道就只是因为疫情趋缓 然后他就不行了吗 好问题啊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 到底Netflix的中错 是一个很坏的消息呢 还是其实他未必真的是那么坏 而且搞不好甚至还是个好消息 对投资者来说 来我们来先看看中错的原因 其实如果大家有稍微在看美股就知道 Netflix上个礼拜我一下子中错 现在距离高档已经是近乎腰斩的 那中错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公布最新的财报 那根据他最新写给股东的信当中呢 大家看到了三个重要的关注焦点 首先第一个是他上一季的定户 新增了全球830万户 很好啊 这么好 很惊人对不对 对不对 好但问题是市场就是这么现实 因为这个数字呢 低于预期 对低于预期的850万 你不要小看这20万 这可能就是一个趋势的开始 更何况过去这一季 过去这一年我们都看到的 Netflix上面 芯片源源不断的推出 过去这一年他大手笔的砸钱 不断的开新节目 总共157档原创的movies 电视影集等等 所以你想想看 我连续推出这么多 都没有在新定户上 达到原本外界的预估 这个也许就是一个坏消息的开始 这是第一个关注的焦点 第二个关注焦点 其实更糟 是接下来的这一季 现在还没公布 现在我们正在最新的这一集 Netflix自己给我说 恐怕只能成长250万户 原本分析师预估可以有580万 他现在只剩下一半不到 待会儿我们再聊聊为什么 然后也更重要的是 外界投资者跟很多的市场分析师 都从他这一封给股东的信里面 看出了他第一次提到他的竞争对手 最其他竞争对手 这个我们都知道 包括Apple TV 包括Disney Plus 包括HBO 大家都在推 他现在就说 这一些竞争对手 其实是有吃到了他的市场 所以 这个万箭启发 大家就纷纷的抛售 现在这些的大的影音平台 本身就是片商 是 对不对 他们现在拍的影片 不会比一般的商业的 这种电影机构少了 是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 接下来我们可以聊到 Netflix的商业模式 其实跟刚刚讲的 这个Disney Plus跟HBO 最大的不同是 Netflix是纯线上的 串流的 他不像其他的 像华纳 他们都还有这个 远线 线下的 对对对 电影演完了之后 再到电影 再到线上再演 而且你策略上 怎么拿呢 其实相对也比较复杂 所以回头我们看 Netflix的这次股价重挫 其实我们看这些线上平台 你要看他表现好与坏 你要评估他的真正体质 跟投资的价值 刚刚讲的这个新订户数 当然只是一个重要指标 这毫无疑问 但其实不只是这个订户数 再来我们其实要看 他的营收 以及要看他真正的获利 最后当然再来看他的股价 所以股价其实现在 虽然是重挫 其实你如果问我 我觉得是过去 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 因为加上疫情 大家关在家里 没事就是要看电影了 所以我觉得在市场上 为Netflix打造了一个 很好的加温的环境 所以大家都对他 有无限的期待 所以把股价 我认为他是吵得太高了 那现在其实向下修正 对Netflix来说 未尝不是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订户数 订户数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坏消息 或者对市场投资者来说 认为可能是坏消息 但实际上其实还不错的 成长850万户 都还是非常近 830万户 还是很惊人的成绩 可是不要忘记 我们来看一看 从正面的角度看 Netflix的订户数 因为目前为止 Total他已经有全球 超过2亿2千万的付费 订户 现在是全球最大的 影音传流平台 没有错 他现在在美加地区 市场是已经非常的饱和 可是不要忘了 他是全球性的市场 他现在在亚太 在中美洲 在欧洲 在中东 在非洲 其实成长率 仍然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现在亚太 中美洲市场 2021年成长了15% 现在已经就7300万 7300万的付费订户 这个预估未来破亿 是指日可待 很快的一件事情 欧洲 中东跟非洲也是 过去年 也成长了350万 所以换言之 你看他的订户 他并没有 他并不是完全停滞的 相反的 他在美国这种成熟的市场上 仍然是有一定的市占率 而且你说他的成熟市场 其实现在分析就是说 过去你看Netflix 是把他当成长的概念在看 的确他是新创的公司 可是以他现在的规模 他已经迈入了成熟 那说只要他成熟 就不是好事吗 当然未必 所以对成熟公司来说 我们一定要回头去看 他的经营基本面 他的营收如何 他的获利如何 如果我们从营收来看 其实你就会发现 这次跌的 几乎没什么道理而可言 因为根据最新的财报 他的成长率高得吓人 他这上一季 单季成长了16% 高达70几亿 而且这个部分 完全符合分析师预期 怎么样 刚刚分析师说 不行 要抛售 要卖他 是因为他的新订户数 不如预期 但其实他的营收 是符合升温师预期的 而且从获利来说 赚了6亿美金 EPS1.33美金 所以total你看去年 赚了5.4亿 EPS也有1.19 所以今天其实表现是更好的 原本分析师预估 只有不到1块钱美金 所以换言之 你如果从实际的营收 跟获利能力来说 Netflix表现是相当抢眼的 所以换言之 如果大家想来 我们刚刚讲这几个指标 新订户数 营收跟获利 如果新订户数 这个指标有达到的话 你可以想象 Netflix这几个股价 一定是非常远的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 你觉得新订户数 对Netflix重要呢 还是它实际的获利 跟营收体质要来的重要 你如果问我认为 当然是后者 当然很多分析师说 可是后者必须前者来带 因为前者是领先指标 对不对 不断的能够新指标 可是你要知道 新订户固然是成长型 非常重要的这个来源 但是就像我们任何市场 任何产品都一样 尤其像这种属于 我都认为 这有点像utility 就像电就像水一样 我真的订了像Cable这样 订了之后 你订了就不会退 其实不太会退的 订了就不会退 尤其我如果养成 使用习惯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被你宰治 没错 所以讲到宰治这件事情 你就看到每家市场 现在订户 其实还是会成长的 还是会成长个100多万 200多万 其实都会有 当然饱和是有饱和 可是现在要知道 每家有串流的家庭 有串流不管是哪 已经高达8成 已经高达8成 而nextflix在里面的市占率 已经高达6成 已经高达6成 所以在这种高达6成的市占率 中文下 他营收是会非常稳定的 这是他第一个好处 再来第二个 也因为他稳定 也因为大家依赖他 所以他会有涨价的能力 他会有寒价的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 刚刚他就上个礼拜 才宣布的 他在每家地区涨价了 所以我们现在你的听众 在每家就会知道 他的nextflix的基本费 原本899的 现在变成999了 9块99 原本standard是13块99 现在变成15块49 premium的原本17块99 现在涨2块钱美金 变成19变成99 你觉得你会因为 他涨这2块你就不定吗 对你来讲当然不会 大部分家庭都不会的 当然他也会说 好那我DC plus我也看一看 但是有些片就只有netflix 所以你真的在追他的影集 你还是不得不看 所以这也是netflix 我觉得他在每家 这种稳定的市场当中 从成长渐渐变成成熟 他会采取的策略 这也是为什么 分心师现在其实一般都预估 未来netflix的营收的成长率 成长速度会快于 他的订户的成长速度 所以这个是netflix现在的 整个经营体制的问题 所以换言之 你如果问我他现在股价重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觉得从选股的角度来说 你可以去注意他 我觉得一个原因 是我刚刚讲的疫情吧 就是当人开始往外头走的时候 netflix本身的市场炒作的动力 一定会弱一点 在过去这些的股票 都是疫情概念股 那就因为有疫情 大家躲在家里面 可是你会看到现在 大家已经懒得防疫 特别在欧美 已经懒得防疫了 现在在家里面都阴性 出来玩的都阳性 所以对netflix来讲 我觉得他基本上 那个大环境就是说 人重新开始配置自己的时间 户外跟室内的比例 再做重新的调整 过去两年可能是人类 待在家里面时间最长的时候 当你在家里面时间少了 户外时间多了 netflix当然多少会受影响 是所以2022年会是 所谓的疫情概念股 降温的一年 所以你看像昨天的盘势 拉上来的 科技股其实都拉上来 但是所谓有疫情概念的 像Netflix 像莫德纳 其实这就看起来会是 向下修正的几率会比较高 但这就是股价的向下修正 所以你回头看 它的实际的经营 是否值得投资 就要回头去看这些指标 对不过我们看 看一天的美股未必准 比如说美股 美股虽然拉起来了 不过雅股仍然在杀 那美股 措手不挤 对对对 美股因为之前 已经修正了一大波了 他从36000都已经修正到33000 3000多了 那已经修 算下来修正了 修正了快一成 其实那个修正幅度是很大的 好了 不过因为接下去 毕竟今天 今天星期三的时间 沈云冲来今天也是牛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交易完了之后就准备封关了 所以你今天听了沈云冲的分析之后 你到底要报股过年不报股过年 也还没有好吗 我哪有给你在报股 所以就自己要衡量一下 好今天礼拜三 沈云冲的时间来进广告 回头之后呢 继续请沈云冲为大家提供国际材质资资讯 好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谭江龙 来礼拜三的时间 沈云冲的时间 再来 我稍微补充一下 刚刚讲的那个Netflix了 就说回到基本面 我认为他的营收跟获利是相当扎实的 不过这不等于他就没有challenge在前面 首先第一个最大的challenge 其实就是你拍出来的影片 能不能持续的吸引人 是不是可以一直都那么好看 我们都知道是很多片场 很多studios 未必我可以拍得出一部畅销电影 不代表我可以连续拍出十部畅销电影 所以如果连续太多的片子不好看 人家也会到胃口了 就像我们现在为什么 很多第四台的电影台 大家已经不想再看了 因为真的太难看了 不会啊 周星辰还是一直在播 那个好看啊 对啊 就是反复看 就那几句对白而已 都已经被反复被操误被模仿 他还是一直看 对啊 你看像Netflix 我刚讲100多部是上一季而已 其实全年Netflix总共制作了559部 非常惊人 数字上是厉害 可是老实说大部分的收视都很差 他们Netflix没有对外公布数据 可是大部分都是很少人看的 因为你看了可能前面十分钟就知道不怎么样 不是你喜欢的 所以就就不看了 所以Netflix后面的数据当然都知道 很多其实是热门的片 什么游戏啊 当然很夯 但什么艾蜜利在巴黎啊 很夯 但除此之外 很多在后面的啊 所谓的长尾 后面的片子 几乎是断尾的状态 所以这也是Netflix接下来会采取的策略 其实过去这一两镜 你可以看到了 他已经更快的下架 就有些片他发现根本就没人再点 就下架了 所以这个会是他未来 我想因为对Netflix来说 他也没办法持续的produce 制作出吸引人的片上 然后让原本的老客户 愿意三不五十的继续点上来 然后让新的users 他觉得我光是订DISISI PLUS还不够 我订光是看Apple TV还不够 我好像还是要来订一下Netflix 因为大家都在谈 他必须有好的作品 才能够持续的留住旧客户 以及吸引了新客户 那这个会是他接下来的挑战 那除了Netflix 来来来我们聊一下 如果大家过去一个礼拜 有看美国的欧洲的财经报纸 就发现有一个名词常常跳出来 有一家公司常常被提到 叫做Unilever 联合利华 联合利华 所以这个题目叫联合利华肥皂剧 为什么 当然是肥皂的大品牌 联合利华 最近有一期诟病 并购事件 其实就引起很大的话题 因为通常讲到并购 市场都会期待比较多 其实你很少有并购 打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 打从一开始就被人看衰的 那其实联合利华在上个月就公布了 他想要买这个GSK的消费性保健部门 要花500亿英镑 很吓人吧 这是英国史上最大笔的交易 非常惊人的一个 一个吓人的数字 GSK值那么多钱吗 而且值的是保健部门 好问题啊 当然很多啊 那个表现金其实很大 你跟布拿藤啦 酥酸钉啦 那这些都算是保健 对对对 消费性 要不然我想他应该比较强的是在他的医药部分 没错 但是 所以 可是呢 因为这个第一个诟病的金额太大了 再来第二个 这个消费性保健部门 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产业 也是很久了 而且他过去这段时间的成长率 其实就是普普而已 所以消费传出之后 大家都觉得 你在干什么 所以市场都很不看好 所以通常人家说 我要并购某家公司的时候 股价可能就会开始有话题了 结果没有想到 联合立华在这个消费公布之后 股价反而重挫 大家都认为 你吞不下GSK的这个消费性保健部门 再加上 接下来 为什么说他是肥皂菌呢 因为他连续上演的 因为接下来是换GSK登场 GSK呢 其实也很希望有人来买 他也一直想要买 然后好不容易有人开口了 而且还是史上天假 可是呢 他可能在策略上某种程度 看准的联合立华 非常需要他 所以呢 既然公开的表示 我不满意这个offer 500亿看起来很高 还不够高 所以说 除非你提高价格 否则我不卖 那 现在分析师回头看就觉得 他应该是 bluffing 应该是某种程度的 想要再借词 看可不可以多捞一点 对了 对了 结果没有想到 1月19号联合立华说 No 这是我能够给你的 最高的价格 不同意 所以最后这个 Dill 也正式的告吹了 现在 那 这个 这个飞道区 现在其实还在持续上演中 但重点是已经 就让大家再回头去关注 这个很久没有被谈到的 消费性产业 因为过去这一两年来 大家关注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疫情概念固 以及这五大的 高科技概念 对不对 他觉得 什么无人驾驶车 这个 这个 区块链 这些都是下一代的企业 所以其实 他很少时间 又再回头去看看像 肥皂 洗发精 压膏 咖啡 这种很传统的产业 所以 过去 这个产业 其实 受到疫情的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几家欢乐 几家愁 人和力化的两家 重要的竞争对手 一家叫雀巢 一家叫保检 其实在过去 这一年股价都不错的 股价都涨了 百分之二十以上 因为 关在家里 没事就刷牙 牙膏也卖得好 没事就洗头 洗发精也卖得好 没事一直煮咖啡 咖啡也卖得好 我在想咖啡 这种东西 我那天在跟小朋友 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 他们就说 世代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会喜欢吃一些的 比如说江浙菜 或者是吃 或者我会吃川菜 可是你要在台湾 江浙菜馆还有一些 川菜馆这些都很少 还是不太会吃 他们都已经是 到底川菜馆很少了 都已经是很台味 他们就觉得说 世代不一样了 我们跟你们就不一样 可是我说 那咖啡都一样 我喝咖啡很凶 你们还是喝很凶 我也没有看到你们说 我们不喝咖啡 我们年轻人不喝咖啡 没有 相反的年轻人才喝咖啡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哪有咖啡 我们是喝不起 那个时候 所以那时候 没有便宜的咖啡 那时候 密封咖啡 那个很高档的咖啡厅 那个要进去一杯250块 现在密封好像只是叫 青岛东路那么一家 好像只剩一家 是吗 对 我不记得了 反正我记得当时那种 那是只有你消费得起吧 就你看嘛 就是你拉拉着你 是在马路上奔跑的时候 我们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还记得我们那个 刚开始台湾有咖啡减餐 开始流行 咖啡副减餐 那个一顿都要180 200多以上 那个时候只要请女生吃 就已经是我要你 很多同事爱吃 可是我就觉得那个CP值实在太低了 我都去对面直接吃滷肉饭 配吃吃肉汤 50块 对了 我们到了这年纪 我们都是倒过头来 现在吃滷肉饭的时候 那个时候流行的是茶医馆 其实很少有咖啡馆 现在茶医馆已经不在了 很少了 很少 我这也是很特别的文化现象 就说其实我们在喝好茶的时候 我们还是知道茶很棒 非常棒 甚至比咖啡更不更不更棒 可是他就觉得 他搞刚 第二个就觉得不洋气 你不觉得吗 就是咖啡就咖啡作为国际通行的语言 可是茶其实分得很清楚 对 就西式的红茶跟中式的绿茶 其实差很多 对 西方人是 西方人其实我只知道这是好茶 但是喝中式绿茶 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喝太习惯 可是你要喝红茶 我也很难过 我说实在你跟每次那种什么阴色红茶 多好多好 这什么东西 喝起来就是一点 就是没有喝茶的感觉 阴色红茶 其实台湾的即使是日月谈很好的 那个红茶 我喝起来我都还是觉得 我还是喝绿茶 两个嘛 第一个当然是绿茶红茶咖啡 有人是用品尝的 第二个呢 店总人大部分占大多数啦 不是品尝 他其实要的是那个气氛 对啦 就是我就是说洋气嘛 他所营造出来的那个生活的feel 就是你觉得你手上拿着一杯咖啡 在路上走的时候 就像当年沈云冲带着 抱着一本洋书在路上走 嗯 那个不要你要你要你要看 我是一笔耶 对就是 什么一本 就就是要要 而且而且那个风风 一定要对外的 而且一定 要折 要要要贴很多的便条 对 而且一定一定一定是一本 其实我不看的书 哈哈哈哈 把那个那个讲远了 不过 不过的确是你这样刚刚这样 让我回想起 以前K书都嘛 我早就在茶医馆 然后泡胡茶就就在大医生田 对对对 现在这些都泡咖啡馆了 对对对 现在泡咖啡馆 不过现在咖啡馆也好泡了 老实说 我现在好多那种咖啡厅 那个 最近不是考试记吗 都满满到晚上都人山人海 对 而且我也承认 有些咖啡馆做的很cozy嘛 那就是说 OK 你觉得窝团那地方 也舒服 就是就是你有时候心里面 我觉得人都会 会需要一些的 一些的 一些的心理剧场 就是你就换了一个环境之后 好像读起书来 感觉不一样 不花钱就觉得没办法读好书 不过你可以想 个别像台湾过去这几年 都个别的独立的小品牌 做的其实风风火火 蛮好的 像路易商这些都很厉害 可是你要知道 对像联合立华 他们这种大集团 说这是大灾难 对好 那我问你 我想问你就是说 那联合立华 明明大家都不看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买GSK呢 是 他有他自己的财务压力 索性是刚刚讲的 在财务上表现不理想 然后在股价上 他远远落后另外两家 保检跟这个雀巢 所以他继续 他现在那个执行长叫Job J-O-P-E Job Job却了三年下来 他压力很大 因为分析师跟股东 都给他很大的压力 所以大股东都说 你看人家股价 长得那么凶 然后你自己怎么 反而是重挫了三成 他当然很想急于要说表现 可是这个表现相对 其实相对困难 因为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消费型的产业 它跟景气有非常密切的相关 然后在这个产力当中 过去我们都看到 它跟生化 它跟靠格级的结合 是越来越密切的 所以他也看到像雀巢 雀巢去年买了一家 叫AMU的公司 我举个例子来说 这家公司做的 我想听众朋友做药 就会知道 他专卖抗花生过敏药物 抗花生 抗花生 所以 再来他去年 就是刚刚讲 是2020是前年 去年又买了一款 机能性的运动饮料 所以你刚刚听这个 这属于相对小众 相对的niche 可是这样的产品 看起来它目前不但利润高 因为它新 而且正在高成长的状态 而且看起来会是未来 更有健康意识 更对于传统的 一般性的食品 不再感到满足的消费者来说 这些是有特殊的需求的 有特殊的需求的 所以其实要买 当然要买这样的公司 所以其实 确实买了这几样公司 都被市场看好 所以我相信Job看在眼中 也是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赶快想要买 那正好GSK底下 你看这么多 而且又是药厂 出来的品牌 其实过去在市场上 市场率也相对的高 那觉得 应该会是一个 一个正面的好消息吧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让它这么大胆的原因 不过这个大胆 后来其实很快就被股东打脸 因为联合力娃 其实十几个大股东当中 很多人已经对它 非常的不满 所以后来这个肥皂剧 最新的演变是 前两天我看到新闻 有一家 这个有个 很厉害的老兄 叫Nelson Petz Petz 他是很有名的一家 Trium基金 Trium基金 这个Trium基金 为什么它有名呢 因为 这个Petz 它在对于像 联合力娃这种产业 非常有兴趣 所以在先前几年 他就已经入股了 另外一家叫保检 他保检当董事 当了很多年 其实去年才卸任的 他在保检期间 其实就靠着他的积极 不断的推动保检转型 保检改变 保检在整个财务运作上 整个财务工程上 就在他当股东的 董事的监督之下 出了很大的改变 那他现在放下了保检了 盯上了联合力娃 可能也因为他看上了 过去是什么 其他股价重挫 然后看起来 看到了空间有关 有利可图 有利可图 所以现在这个肥皂剧 就演到了说 这个并购案破局 然后来了一支凸鹰 那这支凸鹰会怎么整你 大家其实都在等着看 你job要怎么来接招 我们刚才讲说咖啡 现在咖啡大部分人都在外面喝 以前我们都是在家里泡 那现在在家里 在家里都泡 而且早期都嘛 那么三合一啊 对当然 集容咖啡 你知道我还记得 我第一次拿到 拿到一瓶玻璃瓶的 雀槽咖啡 那个很珍贵 那个都舍不得喝啊 后来都干掉 都炒掉了 都还是摆在那 那个当然时空缓 就是你说那个 那个对你来讲是一个 是一个新鲜的 就是说呢 槽牌的洋气的东西 以前 以前咖啡 以前咖啡在家里泡 现在到外面喝 几乎都你一定要coffee shop 或者现在的便利车商店 可是你看到 雀槽 雀槽的那个咖啡机 就卖得很好 嗯 对啊 但是另外一个 一个突破性的创新 对啊 我就说OK 他就是 然后他 你要用他专 专属的胶囊啊 就是我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那还是有 他还是有在 有在花脑筋 是 就是你有没有花脑筋 那去解决一些 看起来已经是 夕阳化的 一种的消费的模式 他把 他把那种 很炫的咖啡机 带回家里面 然后刚开始 送你一些的咖啡 就是说 就是胶囊 然后之后 你就开始买 那你也会觉得 OK 在家里面 他改变了你 对于那种 到外面去喝咖啡的感觉 好了 来我们再进行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继续跟沈云聪聊 好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等下龙 来礼拜三的时间 沈云聪的时间 Omicron再来 Omicron 接下来的影响力 到底 对总体经济来说 会有什么的影响 我应该真的喝咖啡 对总体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真的 戴上口罩声音不一样 对 就是他 但已经有很多的专家 包括这个疫苗厂商 都在预测 2022年的下半年 是恢复正常的一年 是吗 是 我们现在因为台湾 看起来这几天 疫情相对的恶化 所以他又比较紧张了 可是如果我们把焦距拉远 然后放到全球的 这个视角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回推到 Omicron最早出现在 去年11月底的时候 对 那其实当时传出 股市吓死了 一下子中错了5% 是 然后油价 也一下子中错了10块钱 美金就相对的上涨 但是其实两个月后 我们现在回头看 实际的状况 远远比当初所害怕 所担心的要来的好的非常多 你看截至这个礼拜为止 布兰特元油已经就涨破了88块美金了 又创下了7年来的新高 那没有错 股市就有向下修正一些 但你看像前一天晚上又 又又又下了又上来 可是就算他下错 向下修正 也不是因为Omicron 而是因为利率 而是因为升息 而是因为推荐 支利率的关系 对对支利率的关系 所以目前从欧洲的市场 看起来 这一次的Omicron 所可能造成的冲击 跟之前的Delta 跟两年前刚开始的这个疫情 其实已经不可同意而言了 高盛 高盛有一个欧洲指数 他的追踪这个后COVID概念 后COVID 后疫情时代的这个概念 结果发现 经济学人杂志 他最近有个文章 他就去调查 他就发现 这个指数 虽然总体大半是向下修正 可是这个指数 反而是向上修正的 然后经济学人 他有根据很多的所谓 high frequency data 叫做高频数据 所以高频数据就是 他有网络上 大家在Google搜寻的流量 或者这个卫星图 侦测到的购物中心的交通流量 然后这个商场外面的车子的 多少等等 就是这些高频的数据显示 其实情况远比大家 所想的要来的乐观 没有错 现在亚洲的国家 相对的比较紧张 香港台湾 现在相对紧张 马来西亚新加坡 可是呢 紧张于是我们之前防疫防的太死 没错 今年我看到最近的一些的文章 在讨论到的 包括去年我就在提的就是说 中国大陆这个清零 清到后来会怎么样 就是以西方 就是这两种思考 到最后交汇在一起的时候会如何 好问题 就是西方的西方是我放的不管了 那反正我就跟你拼了 对 虽然我死很多人 可是现在活下来的 每个人都都没事了 那劣币足足粮币 然后以阳性足阴性 好吧 那我们现在呢 现在呢 也阳性的一大堆 那你中国大陆清清零 清到后来的时候 当大家都都不清 只有你在清的时候 那你能怎么样 最后 最后我就讲的阳性足阴性 倒过来讲呢 就是阳性国会足阴性国 你知道吗 就是你 你清零 把国家放大来之后 说中国是一个阴性国 阴性国就被关在里面 阳性国在外面玩 你让美国现在 大概相当于5到10%的人口 已经得了 我估计根本就不止 根本就不止 以周围的这些的华人 他们都已经很谨慎了 只要出去绕一圈 华人就发现重了 你看旧金山下 每天2000多3000区的人 但你看你去看看街头 大家都正常生活了 没错啊 就是我说他们 一些华人就说 他家里躲很久 他就出去买个东西 回来之后就重了 空气里充满了病毒 你看包括 接下来其实还蛮严重的 是就业 也比较严重 就值得关注的是就业 你看像台湾现在 你知道一个大的厂 被发现这么多人确诊 其实工厂就得停工 其实生产性就会受到影响 那现在在美国 他已经发现 有将近900万人 800多万人 因为这个疫情 没有办法工作 还不只是因为 他自己可能染疫 而还包括可能 他家人染疫 造成他必须照顾他 或者他也被隔离 他没有办法工作 所以这个其实会是 就业市场上 会绷紧的因素之一 至于多严重 我觉得就要看 接下来的状况 什么要去演变的 不过整体来说 从欧洲 跟美国的情况看起来 即便有刚刚讲的 这些问题跟风险 企业的信心 还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所以你看这两天的股价 该涨了还是会涨 市场上大家 其实似乎已经 没有真正的把Omicron 每天确诊的 这么惊人的数字 放在眼里 对了 当然因为Omicron 从去年 你刚讲11月 从南非开始爆发了之后 因为之前我们讲过 大家会担心的原因 是因为 它很短的时间之内 它的上升速度 是很陡峭的 比过去的任何一款病毒 都要来得更陡峭 不过大家不害怕 就是因为 你到目前为止 死亡率就很低 大家 它可能比流感的死亡率 都还要低 因此大家就不担心了 这种就是说流感化 因此大家会觉得 Omicron很可能保护了我们 就是它挡掉了 其他的病毒 它在病毒种里面占优势 可是实际上杀伤力又很弱 其实所有的流行病学的 演化的终极 大概就这种的形态 所以预期 就接下来 首先第一个 现在欧洲美国 已经维持某种程度的宽松了 即便确实数是这么的高 那接下来预估呢 很多的亚洲国家 它就算原本是紧的 可是为了避免生产线受到影响 经济受到冲击 大家生活上受到威胁 看起来也会维持某种的宽松 所以你看越南 马来西亚 其实数值很严重 可是为了维持能够正常的出货 基本上还是保持蛮宽松的政策 有人当然批评说 那害死人 可是没有办法 两害相权 这些国家仍然选择是比较宽松的 所以你看非洲南非 这些其实也因为这样 所以经济都是在复苏当中 对啊 现在全世界 我觉得2022年 会聚焦在 会聚焦在中国大陆 什么时候会放弃清零 就是一个14亿人口 然后封锁了这么久 然后甚至最近把美国的航班都给停掉 美国要报复 那美国很贱啊 就你问你为什么不让我传染呢 我就想传给你啊 你怎么可以拒绝我传染 好那那但是他一旦开放了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嗯 跟呃 我觉得在没有疫苗 没有药物的时候开放 跟有了疫苗 有了药物之后开放 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的 对啊 我觉得未来他的开放 绝对是四处有名的啦 对啊 所以现在看起来 我的意思是说 呃 像经济学人就是认为 Omicron对经济上造作的 所带来的冲击 会是短暂的 会是short live的 呃 其实你从这个礼拜 因为在个礼拜 像特斯拉 Apple 奇异 微软 这几家大的公司 都会陆续要公布财报 你看上个礼拜 所公布的六十几家 八成都优于预期 嗯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就呃 呃 我觉得我们撇开台湾 现在大家很担心的疫情新闻 呃 在全球市场上经济看起来 生产各方面都已经在复苏了 好 但是虽然经济是复苏 虽然优于预期 可是美股只要听到 要收银根就开始刷 对啊 那还是一样啊 所以所以他并不表现在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总是给那种一种 已经已经泡沫快要破的感觉 呃 呃 我们我们不只是呃 这个总体经济 你看包括大家的生活 理由 你看现在的航空业 现在在美国跟大陆 你看他国内航班都已经 已经几乎恢复到2019年的 的的密集班次了 当然国际航班现在大概只有 可能四到六成左右 还没有全部的恢复 可是预估到 就是现在在这两年了 就23 2023 2024年 就可能就可以回到 疫情前的这个这个水准 所以换言之 呃 Omricon这个再往下发展 呃 所以效应 我觉得大家不用 真的不要太太太太太担心 所以未来呃 回到总体经济的评估跟分析的时候 疫情的影响力会渐渐的小 嗯 相反的就回到你刚刚讲的 嗯 当这个这个呃 通膨的压力来 嗯 连准会会会会会怎么样呃 采取他的升息跟 静缩银根的步骤 因为不要看他现在看起来是呃 吃了滲脱铁的心 好像要升息的样子 呃 但接下来只要这个复苏的状况 不如理想 他马上就会采查 对没错 我我我现在对连准会已经完全都不信任 他去年骗我 他他去年骗我说 2023年以前绝对不会升息 哇大就疯狂 这样2023年有两年的时间了 开开party 可是隔不到半年 他他就开始他要升息了 是 你哪里知道三个月之后 他又 所以所以过去 其实从葛林斯班以来啊 呃 已经养成了这个很坏的习惯了 其实已经跟市场的行情跟温度 非常密切的挂钩 嗯 嗯 所以你如果问我 我觉得你要密切看下来 你就会知道 当连准会告诉你 呃 他要收收的紧收的时候 你真的不要太相信 对啊 就是说这个是连准会 因为你刚刚讲 葛林斯班 我说以我们 以我们这一代所受到的 受到的这些训练 我们都觉得央行的独立性 是很能崇高的真真超 可是你看到现在的美国连准会 什么跟你独立性 他根本就是只要总统一骂他 他就马上的跟着总统走 你看现在的 现在美国的连准会 从鲍尔 他不就是一路上面呢 被川普这样的骂 川普讲什么 他就做做什么 你同样的你在在日本 日本的日本的央行不也是一样吗 对 完完全全就听安倍的指令 央行失去 失去独立性 央行 央行成为整个大政治操作的筹码之一 其实是最最近几年 我觉得 我觉得在政治上面来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革 那也是另外一个大话题 对对对对 好了 那时间的关系 那今天星期三的时间 沈云冲的时间 我再强调一下 这也是同时也是牛 牛年沈云冲的最后一次 为非得的魔王 非得早餐的服务 祝大家福虎生风 是 当然感谢沈云冲呢 过去一年 再一次的一年 那陪我 陪我过了 过的这一年 也提供非常丰富 精彩的内容 想念沈云冲的 那就等过完年之后 来 进行新闻广告